至於我方代表馬英九總統出席的 前副總統蕭萬長 確定將會跟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進行消息會 那麼至於時間 很有可能就是在9號 也就是禮拜天的下午 不過呢 這個不會有兩個人 一對一的個人會談 而是雙方的代表團一起會談 其中開場的部分會公開 而後半時之討論 採取閉門會議 那麼議題則是關於 兩岸經貿合作 跟區域經濟整合